鲜活小青龙的自助餐是第一次吃到 这一锅都是螃蟹啊 大家我是老公今天来吃这个海海会的新店啊 看看厦门 价格最高的海鲜自助的品质怎么样走 这个是领活青龙的单子啊 每人两只 还挺大的 嗯对 哇哈哈好爽啊第一只在自助餐 吃到活的小青龙 这个海鲜子很有排面啊随便捞 说仔细啊这个季节的个头不大 三点蟹红花蟹 肉蟹 沙姆蟹 皮皮虾 黑虎虾 明虾 蓝龙虾的个头很大啊 螺丝虾 其他的都是 贝类啊 这个是猫眼螺 会喷水的 怎么不喷呢 这个贵贝贝啊好大还有这个油格啊 花格啊都很大 花楼的个头也是杠杠的 掀开的榴莲啊 随便拿吧这边 哈根达斯冰淇淋 冷冻的斑极虾 冰鲜的帝王蟹 水果有三竹啊 梨 草莓 撤梨子 蹄子 莲霧 蓝莓 这个价位的饮料不用多说 必须是得这种档次的 其他的熟食就不拍了啊反正我也不吃 挺多的 看这个龙虾 哦 杠杠的 四身也是要用手机点的 有红磨虾 三文鱼啊 熬虾 甜虾 铁板鹅竿 金砖鹅竿 现在价格是479 然后每人 限量两只 活的 金龙 然后剥料时期涨价 涨到499 然后每人限量一只活的金龙 龙虾熟了 先给他拿出来 这一锅也是很货啊 先喝一份 这个活料墙啊 嗯 冷冷胃 然后 拿这个装海鲜啊 一人一个 刚开业的时候 他这家是那个 无波龙不限量啊 结果来了人 就装进了他的波龙池 把老板给吃哭了 然后老板就取消那个 无波龙不限量 把他拍完 他给他拍完 哇 吃龙虾 哦 哦 超级爽 非常抽烂 他这边还有一个价位啊是 359啊 其实没有这个 我的龙虾 再搞一个 哎 哎呀 要是这个不限量就好了 再吃一个就没了 哇 嗯 嗯 真的 青虫比波龙好吃多了 对不点劲 按照个个程的话 去海鲜市场 一直差不多 呃 卖个七八十吧 先把这一盘 新榴莲给他炫了 然后再吃 虾螃蟹 哦现在流年过季了 卖的还蛮贵的 有没有朋友吃这一盘就饱了的 这组是肉身 赤身来了 这个 熬虾 不知道是哪里的熬虾 反正不是新西兰的 有点像国产的吗 还是那个 莫伤比克的 红摩虾 个头还蛮大的 三文鱼 好 油脂很丰富啊 平常 有朋友会说这个499 感觉好贵啊 呃 这个怎么说呢 吃的人是蛮多的 所以总会有适合这个 菜品这个价位的群体 看看这个 虾脑 特别好吃 再说一个 这个熬虾的肉也是蛮多的 这还可以 跟那个新西兰的熬虾差不多 嗯 这个熬虾真的还不错 比那个和国产那个熬虾 也好吃 我之前吃过一种熬虾 就吃吃的一股蟑螂味 光哥的吃法 太狂野了 你什么时候可以试文一点 这个南龙虾怎么乌漆抹黑的 这是可能有点脏吧 这是可以擦掉的 看这里 这个南龙虾挺好吃的 都很多 妈的关系 皮皮下个头 有点小了 这一锅都是螃蟹啊 各种蟹 搞一盘螃蟹啊 这边有梳子蟹啊 然后大达蟹啊 还有高蟹 嗯 这是公的啊 白糕 白糕也好吃 哦 这个糕粘嘴是不是像 忘记这个是什么蟹了哦 这糕有一大块 不好意思 这个好像是沙姆蟹啊 也有一点糕 就那个桌子蟹我稍微空一点 那别的都还不错 漏也挺多 这个糕线啊 哦 这么大块糕 这个糕粘嘴 这个糕粘嘴有点硬 这一块啊又大又大 我的天哪 这个红花蟹啊 该一个粉丝送过来的 哦好大 有两斤了 整点樱桃 哦 撕粒子 嗯 整天 大家别说你为什么来吃吃不到这么大的螃蟹啊 其实我也吃不到这粉丝送的 真的很恐怖 我这一只哈根拿着冰淇淋啊哦这个夏威夷果的很好吃 这个螃蟹大屎大啊其实 肉也不是非常的满 哎呀 哦 来风哥 一来一半 嗯 贵 肉吃的有点绵啊 没那个小支点的那么紧实 OK朋友们不吃了 这边也快 打烊了 像499这个价格的话 算是在厦门 最高的海鲜自助了 你说它价比有多高吧 其实也没有 因为价格会比较高嘛 你也就说 呃 符合这个价格 那两只活青龙啊 是非常非常有亮点 然后就是那个 现播的榴莲唱词 确实做到唱词 就拿不完那种 想吃这个价格小青龙的 尽快啊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 两只别的一只 OK啊 喜欢老狐的点赞 等下我们下期见 拜拜